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了一件 雍正早期的 法郎才 酒桃文品 这件东西 是雍正刚接班 从康熙手里接下皇帝 这个班 所以法郎才的画法 和胎的做法 都是随他的父王 他不能 今天接班就把父亲 所有东西都改了 这是不礼貌的 所以这件东西 就是在雍正 两三年之内做的东西 因为都沿着他父亲的画法 但是这上面的乍道文 是雍正第一次闹销的 乍道文 是从雍正开始的 但是这个是乍道文里最早最早的 因为它上面的文式 全是用手工一点一点刻出来的 因为当时还没有乍道文的工具 就是没有压道文的工具 而这一件是全用手工刻成 然后再在上面 上彩 上底色 画法囊 这九桃坪呢 是一个标准的寿品 就是雍正皇帝在过寿的时候用的 这下面的款呢 大清雍正年制六次款 而且是标准的 景德镇的 他的胎 非常 就像那个年糕一样 但是滑的程度 所以这些一件非常罕见的 雍正早期的 一件法郎采的景德文品 谢谢大家